台南平时重划区大楼一栋一栋的盖 房子还没盖好 房价飙涨的速度却超前 有民众买下其中一个建案的预售屋 却迟迟没有看到实价登录 而根据了解这个建案 单平开价65到75万元 从今年2月份至今 已经有13件的交易 最高交易单平来到66.9万 却全都没有实价登录 我们并没有盖开 而是说我们在审查 它的这个价格是否合理 那我们也会去做一个机查 那如果价格损失的话 我们就会把它做实价登录的机会 因为第一场建案跟 现在这一场浩瀚无极的建案 两者的差距价格高达20%以上 所以市政府他就是为了避免过度的炒房 来看看目前这一区的建案 世界巨星单平最高55万元 国泰盘云单平最高53.2万元 浩瀚无极单平最高66.9万元 最高和最低的售价落差21% 创台南预售物新高 旅创新高的房价 市价登录刻意隐匿 引发外界诸多揣测 不过当地民众有不同的看法 没有那太夸张了啦 这样子我们怎么会买得起 对啊 头前没摊起来 后面你现在要拼 怎么会买得起这种房子 家伙去这些团很好啊 这样我们少年人不可以人情这人 在这家家伙去这些团 来大的人的收集 才会越来越高 重划区豪宅房价飙升 地震处引力试驾登陆 真的就能够一直炒房吗 民众没得比较 台南预售物房价 恐怕还看不到天花板 东三星云黄丛群 在台南的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